建設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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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哈喽,1月15號,Big Day 1月15 嗯,1月15號,紀念生日 1月15 1月15 1月15,生日快樂 哈喽,1月15號 1月15號,將紀念生日快樂 紀念家生日快樂 1月15 當那個當,當那個當,請大家主意了 一月是烏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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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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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禁止,沖進老海的第一個詞 應該是賢慧 還有會做飯 呼嚕 大廚吧,做那麼多好吃的 天天 跟妳在一起肯定非常有口福 氣質美女 提到妳呢 我想到的第一個詞是做飯 因為妳做飯做得很好吃 我想應該是大眼睛吧 夢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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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第一印象就是 咦,這個真的是學姐嗎 覺得好可愛啊 長得 非常的嬌小 第一次看見禁禁應該是去大瀑布之前 帶禁禁去詹林購買東西 和禁禁第一次相遇是在圖書館 我和劉立洋一起和禁禁擦肩而過 然後劉立洋說那是我室友 然後第一次見面應該是在男人家吧 應該是我送她回去的時候見著的 和禁禁的第一次相遇 是在我們之前一起搬磚的地方 然後當時我的supervater告訴我說 我新來了一個workmate 然後我們兩個要一起帶四個班 哇,我當時一下子覺得炸裂 竟然會有一個老師和我一起帶四個班 那得是多有緣分的老師啊 結果後來就知道我們竟然還要一起出國 然後一起租房子住 哇,簡直感覺我們兩個的相識太傳奇了 買菜 咱倆第一次見面 我記得好像是在咱們的那個 原先那個房子裡面 你和男神過來要去放行李嗎 好像是嗎 我想像我們的第一次相遇是在去年剛開學的時候 在Marie上面的符合人家 那是我來皮子堡的第一頓中餐 那是剛來皮子堡也沒有幾天吧 然後楠楠跟靜靜 但是應該跟姑姑一起要找公寓 然後行李還沒有地方放 就聯繫到我說可不可以放到我們家 當然就記得從車上跳下來一個小女生 小小的 但是特別有活力 特別有鏡頭 很快就把那個大箱子 拿到我房間了 特別熱情的說 又麻煩你了 又很高興認識你 就感覺非常有活力 窗戒又很足 速度又很快 還沒有看清它 就已經東西放好了 之後呢 還很熱心的幫我去拉我買的二手床 然後我們在等那個賣床的小伙伴的時候 正好遇到一個男生 他剛到皮子堡 到這個公寓來 拎著兩個大箱子 然後看到靜靜就很熱心的跑過去說 需不需要幫助啊 又是小小的她 幫別人提著大箱子 就送到公寓門口 就覺得是太熱心 非常熱心 非常 就感覺 一個很小的 很有活力的一個形象 第一次應該是orientation 但是有 最有印象的應該是那次游泳 我覺得好愛啊 好愛 第一次 我遇見張莉 你是在orientation上 對她最大的印象就是 這個女生對自己是一個工科女 非常各個的用愛 我記得第一次遇見靜靜的時候 是我 是我剛來皮子堡不久 是第一個認識咱們專業的學姐 第一次相遇是在哪裡呢 是前年的暑假快結束的時候 快開學的時候 在當時我的房子 也就是主姐我們一起租的那個house 第一次聽她說話也是那一次 還是她發微信給我的 具體說什麼也記不太清了 和靜靜說過第一句話應該就是 你好 第一句話應該就是 你好 差不多吧應該就是這意思 我和靜靜說過的第一句話好像是 嗨我叫Lucy Nice to meet you 你好白癡 和你說過的第一句話嗎 有點想起來了 時間有點太久遠了 已經都忘已經忘掉了 Hello 大概就是問好之類的 你好 嗯 應該就說你好啊 什麼打擾你了 然後我是楠楠的室友啊 這樣的話 那沒有什麼特別的 但還記得當時她扎的頭髮 是這個女頭髮後這樣 嗯 第一句說的第一句話是什麼 我實在想不太起來說的第一句話是什麼了 但是如果 如果推理正確的話應該就是 嗯 你們兩個是竹子的同學嗎 大概是這樣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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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晶晶最喜欢猫 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猫吧 但是不是那种很独立 很傲娇的猫 应该是那种很温柔的猫 就是晚上回家以后 可以把它抱在怀里 然后给你温暖的那种 动物 动物 兔子吧 因为晶晶看着就是那种人出无害啊 对人对事都很友善啊 那种小姑娘 如果把晶晶比作一只动物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绵羊吧 特别温柔 然后 特别有礼貌 特别客气 然后就是 见到你就感觉像是要咩咩咩的叫 动物肯定是猫啊 你在朋友圈里经常刷是不是 如果想 如果把你比多一种动物的话 我想应该是一只猫 因为你对猫爱的深沉 我想过要找一种别的动物 但是好像蛮难的 能想到的还是应该就是猫吧 有的时候它蛮高冷的对吧 感觉很聪明 有自己的想法 让你觉得 有的时候不是那么特别想紧紧黏着你 但是有的时候蛮黏人的 它是需要别人的关心和照顾的 特别那双眼睛还是挺激烈的 像猫一样 有自己的步调和节奏 但是又是希望被疼爱 有些东西它还是不会表达 而且它生气了真的 要会挠你一下 虽然没有挠过我 可是比较爱我的 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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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把健健比做一种动物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猫吧 我觉得既高冷又平易近人 我觉得最像的应该是猫 特别是那个西方的 埃及啊 或者说是西欧的那种 那个品种的猫 为什么呢 可能就是感觉气质比较类似吧 我觉得我最欣赏静静的就是文理双全 特别厉害 我最喜欢静静的善良 可爱 还有就是那份对做饭的热情 做饭好吃 我最喜欢张静静可以随意为我凌辱 肆意为我家 好惨哦 嗯 这是留学日常吃饭睡觉对静静的 那最喜欢静静的哪一点 感觉性格上直爽啦 聊得来啦 然后手艺好啦 尤其是厨艺特别好啊 吃过几次饭 感觉很不错嘛 感觉 反正你要想真真想知道的话 咱俩单聊是吧 这个你的生日我就不说太多了 真的 你喜欢静静哪一点 嗯 最喜欢静静的就是 非常随和吧 非常好相处 至少我们就是做室友的时候 还是我们之前一起工作的时候 然后静静 都是一个特别体贴的 特别关照我的一个姐姐也好 然后前辈也好 真的是 喜欢静静身上的美一点 嗯 我最喜欢静静的一点就是 它对人很友善吧 经常会从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 最喜欢静静的一点就是 嗯 它会做很多很好吃的好吃的 我最喜欢静静的热情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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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静静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对 最想说给静静的一话是 生日快乐 静静 记得多做给我们做好吃的呦 然后拿到学校里 祝福就是生日快乐 嗯 希望你能一直就这么健康快乐的成长下去 然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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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谢谢你照顾刘露洋这么久 然后给他做饭吃 然后 希望 在 接下来这个学期 嗯 嗯 你能一如既往的照顾好他 嗯 谢谢 静静 今天是你的生日 然后 首先要对你说一句生日快乐 然后 希望我们的静静能够越来越漂亮 越来越温柔 做饭越来越好吃 然后 希望你 能够一直在你喜欢的 道路上 不管是事业 还是家庭 还是 生活 各个方面 都能够按照你想要的方子 方式去发展 嗯 然后 静静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 嗯 我希望 今后 非常感谢 咱们两个认识这两年多 两年半以来 嗯 你对我的照顾 然后我觉得 嗯 从刚开始 的不熟悉 然后到 后来慢慢的熟悉 到后来我可以 在家里肆无忌惮的 嗯 你懂的 然后真的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 在工作上你就一直照顾我 然后 现在咱们两个住在一起 还是一如既往去照顾我 然后 希望 你也能找到 早点找到那个照顾你的人 快乐 快乐 最想跟你说的话 肯定是生日快乐 不过也最想 跟所有人说 其实还挺想你们的 感觉 感觉要是有机会能聚的话 能再见的话 咱们有时间好好聚一下 那 祝你生日快乐啊 建建 嗯 嗯 最后呢 我想对你说 嗯 在 希望你能喜欢我们的这个生日礼物 就是希望你呢 在自己的二十二十七岁 对吧 二十七岁里呢 能够活得快乐 啊 每天都轻松快乐 心情好 然后呢 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首先 静静生日快乐 嗯 我们是最先认识的这群 这些朋友 只有你跟男生 我们是最先认识的 而且很奇怪 经过这么久 大家好像绕着圈 有一些人 分不开就是分不开的 就比如是 或者是跟你 你的家就 第一学期 第一年吧 你的家就像我的第二个家一样 什么时候想去了 我就会过去 就有种很安心 很安定的感觉 嗯 虽然我们各种 兴趣爱好 其实好像你也说 也是很不相同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有很深的那种 亲近的感觉 嗯 谢谢你总是 有时候在我很需要 朋友的时候 帮助我在我的身边 特别多你那些很多的指导的意见 还是学习到很多的 就是 嗯 想跟你说是 对 我知道你很希望有各种轻松 美好的生活 我也真的希望你能拥有 那个上市工资的那个事情 我们也可以先放一边了 反正你能找到一个 爱你的人 是你想要的那种生活 那种 你喜欢那种步调 做你想做的饭 吃你想吃的东西 特别美好的在一起 就是我所 对你 希望的吧 未来 很多很难测 但我相信 你的聪明啊 你的智慧啊 这些都没有什么问题的 就是在你任何需要朋友或想 想到我的时候 你不用犹豫的 你都可以来找到我 嗯 虽然有的时候我也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来 但至少有时候男友力很足的 你懂的 还是可以 给你一个温暖的用放 啥啥的 有点酸啊 嗯 其他的 反正 很很珍惜这段情谊 而且 没有担心 对我们的关系 没有担心未来 也不用想着 离别之后会怎么样 去有一种挺坚信的感觉 所以任何时候 你需要的时候 就随时随地随便的说吧 随便 随便留言随便打电话 反正都在 嗯 嗯 嗯